今天来第N4采收我的这个茄子了 这个茄子的结果能力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这个上半年吃茄子真的是累了 然后我们这个茄子 我是前几天刚给它追尸了那个高甲水溶肥 因为它那个梅雨季节之后 一个是时间太长了 没有追肥 还有一个就因为梅雨季节的影响 它的整体长势都有点不够强劲了 那前几天追完之后 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 包括我给它打了底下的一些老叶和一些无用的分岔 那现在它这个长势又比较强劲了 恢复起来了 然后现在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 都挂满了这个茄子 今天呢就来再给它采收一下 我们这个茄子它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它的结果能力就会变差一些 因为温度太高了 花芽分化不好 然后就算是受粉呢 它的品质也不高 所以整体的这个结果能力就会下降很多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茄子啊 到现在已经开始结不动了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病害 虫害什么的啊 然后也不想打药不想去拯救了 你可以直接把上面的这些头啊 筋杆啊都给它一起给它砍掉 就留下这个主干 然后它就可以重新抽发新的侧枝 这样的话就能到后期 又能结新的茄子 那我们就是不要说 就是说不结茄子了 或者有虫害病害 就把它整颗都拔掉了 不要这样啊 比较浪费 它还可以再长的 我今天来采收一下 我看我今天还能再采收多少 这个期间真的一直不停的在吃茄子 吃的太多了 然后今天采收一些 也给邻居们朋友们送一点 看一下这才采两颗 就这么多了 我不敢采了 我怕我送都送不出去 大家都被我这个菜头喂的都吃怕了 就采两颗吧 不要采太多了 明天再采 就这样吧 你看两颗 就采了这么多 所以这个 给它养分补充上 我们茄子的结果能力 还是可以刚刚的 现在已经入浮了 温度是越来越高了 如果说你的茄子 养分不够 然后结果还行 你就给它补充一下 高加水溶肥 如果说整体长势实在不行了 结也结不动了 而且还有很 比较严重的什么病害 那就给它上面头砍掉啊 就这样啊 今天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